嗨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今天天气不错 还有出太阳 感觉是这几天以来 天气最好的一天 那我今天是在楼下 就是稍微把我 这个种空气凤梨的地方 稍微整理一下 各位也知道 我平常都是介绍我家的菜 就在那个楼上介绍 那很少介绍这边的植物 那我想说趁着天气好的时候 把它好好的环境整理一下 有空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种的植物 我种了很多的植物 以前也有为各位介绍过 但是有一阵子没有介绍了 可能有点偷懒 这次就把它环境整理好以后 我就可以来慢慢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我的植物现在大概长得怎么样 进入眼帘的 这个就是电信栏 非常大颗的电信栏 因为实在没地方摆 那丢掉又可惜 所以就委屈它 就在这个热水器旁边窝着了 其实它还是一直长 也是相当的漂亮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空气凤梨 那正确名称我真的忘记了 不过也是长得还不错 我们都知道空气凤梨 是地表上最强的植物 那也不用土 就挂在半空中 然后偶尔佳佳水 它也是会长得很好 这个很大颗 它旁边还有一颗 很像是同品种的 就是长得这么大 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种空气凤梨 因为它真的是 比较不需要土 然后就是很方便种 也不用怎么整理 那这边还有看到这一颗 这一颗是霸王 当初我买了两颗 一颗大概250块左右 那也种了好几年 也还活得好好的 旁边还有一些其他的空气凤梨 看起来有点像杂草 因为都没有在整理 然后它们就一直长大 然后越变越大颗 这边依旧是空气凤梨 也都长得很大 这上面 因为没有整理 所以这些空气凤梨 大家都挤在一起 所以很难分辨的出是哪一种品种的 那等我把这边环境整理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介绍一下 接着 这一颗啦 这一颗就是另外一颗霸王 也是长得不错 我曾经在花市里有看到霸王开花 可是我家的霸王从来没开过花 希望他将来有机会开花 这个很多人喜欢的这个叫做电卷烫 它已经开过花了 可是我都没有把它这个花剪掉 一直放在上面 因为都没有来这边整理 顺便给各位看一下 它又多了一个测芽 就是多了一株 就是比较小的这边 这颗也差不多也可以把它拆下来 就变成两颗电卷烫 非常的不错 电卷烫它的叶子可以看 它这个好像女孩子烫头发这样卷卷的很漂亮 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这边还有一些其他品种的那个空气凤梨 这边也都是 看起来真的是 种了很多的空气凤梨 那当初可能也花了不少钱买 这边好像 这个有开花 这个空气凤梨 应该是小精灵之类的 有开花 应该也开的差不多 应该是不是开完了 搞不好快凋谢了 那我这边有顺便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另外一株那个 应该是小精灵 就是花都已经卸掉了 长这个样子的 其实现在买这个 这么小颗的那个空气凤梨 其实很便宜 从50块到100块都有 其实就是去花式的时候 就是仔细看 慢慢挑 不要急着下手 其实种空气凤梨 其实不困难啦 又干干净净的 有时候你就摆在你的那个桌上 也是可以欣赏一下 也是不错啦 目前看起来就是 这些空气凤梨也都还长得不错 那顺便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沙漠玫瑰 我种的唯一一颗 是长得不怎么样 因为也没有理它 因为真的是种了太多植物 也很难处理啦 我来为大家介绍这一颗好了 这一颗我记得我女儿说花了七八百块 买的那个半叶电信栏 说是叶子是会有斑纹的 结果养了两年 各位看还是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叶子还没有缺口 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所以有时候买植物有时候 我会想说花比较多的钱 买它确定那个品种是很确定的 不要从小小小苗买回来 有时候怕有时候长大 有时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也是怕怕的 像他花了将近七八百块 买的东西 要怎么说呢 希望他是真的是半夜的 因为目前看起来 半夜不明显 然后一般人可能也不相信说 这个是电信栏嘛 因为电信栏的特征就像这样 有没有 这边很多这个叶子都很特别 它那个就没有 那就是再等等看好了啦 那其他靠里面一点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也是那个多肉植物 这叫什么 金虎吗 突然忘记了 那这边还有很长的 应该类似柱状的这种仙人掌 一根好长好长 这个我种了可能十几年以上了 因为很多次 所以我就把它挪在角落边 这样比较不会危险 那目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花个时间把它整理一下 那各位大概也了解我这边的植物的状况 大概就是这样 我想说把这边弄好以后就是 以后就有一些 就可以到这边来拍一些植物的影片 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来好好介绍 拜拜